另一起缠送多年的案件 民国93年发生在高雄的新超峰寺 当时寺院的住持被指控性侵害小沙迷 这个案子曾经震惊社会 不过案件经过7年缠送 现在最高法院裁定住持无罪定业 今年已经72岁的老住持能学法师 听到了这样的判决 他说内心感慨万千 他形容自己仿佛已经被关了7年的无刑监狱 不过他也说早就原谅那三名 诬告他的小沙迷了 希望外界也不要再去打扰他们 想到7年来的委屈 新超峰寺住持能学法师不禁悲从中来 信心疑云现在终于沉约得雪 内心感慨万千 拿出一整项诉讼资料 民国93年 四里三位小沙迷 疑似不满偷看色情漫画被处罚 竟以漫画情节诬告住持违宪 震惊全国的佛门性侵案 经过7年禅送无罪定业 72岁的能学老师傅 案件爆发后保守外界误解 但仍然选择原谅到处误告他的三名小沙迷 原谅孩子当时年纪小不懂事 但让能学师傅不满的是当时受理案件的高雄县社会局 仅凭片面之词惊咬他不放 社会局利用 抓的手 加加加加加加加 社工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只要有人通报 他就必须要依照法令 他就是得处理 然后就是要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是不是事实 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要送给法院来做处理 事过境迁 师傅已经不想再追究 足以一柱清香 感谢菩萨化解劫难 而历史悠久 原本香火鼎盛的新超风寺 爆发性侵丑闻后 请用圣地谋上阴影 信徒门可罗雀 现在司法终于怀以清白 助持只派信徒回流 继续礼佛参拜 明镜新闻 在红文正教所 火铃声 评讨高雄 综合报导